字幕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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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文靈好,我是付废会员 今次是第三次交货 想分享亲身经历 我住在葵涌安X村20多楼 我的單位是一條後樓梯的隔離 我的房間和後樓梯只是一場之隔 但這件事發生了好幾年前 那一陣子我整天溫習溫得很晚 有一晚我在窗邊聽到後樓梯的防煙門 不斷啪啪啪的響 最初都沒什麼理會 因為我們在山上的位置都很好吃風 通常在大風 那個防煙門就不斷開有山的啪啪聲 那一晚我突然聽到高跟鞋的聲音 在後樓梯傳過來 一開始我想 會不會有保安在旁邊巡邏 但那些高跟鞋的聲音是來來回回 徘徊在我們層樓 而且大概圍繞了15分鐘左右 當時三間半夜三四點 我就在想明明有升降機 都應該沒有人在三間半夜 不斷走樓梯又不搭升降機吧 而且我們住在這麼高層 除了聽到高跟鞋不斷上下聲之外 就聽不到人說話了 好了 過了幾個星期之後 我再一次差不多在這個時間裡聽到這些聲音 於是我將這件事跟我媽媽說 問她是否聽到 因為她和我睡在同一間房間 我媽媽不想說話 以為我作弄嚇她 好了 誰知道有一晚 我媽媽說大概四、五點鐘 又是被防煙門啪啪聲地吵醒了 然後她也聽到有高跟鞋的聲音 想想樂樂 和我形容的情景一模一樣 於是我媽媽很聰明 上網快查一下 誰知道被她找到一件事 原來大概十幾年前 我們曾經有一個女人在後樓梯自殺 而自殺前她是脫了一雙高跟鞋的 我記得初初搬進來的時候 後樓梯的確實沒有欄杆的 後來才裝回來了 雖然不敢確定 是否那個女靈體發出的聲音 但自此之後 真的不敢生間半夜 坐著在窗邊溫習了 好了 我說完就是這樣 Fact check 到 他說媽媽 葵聰 on X 村 原來真的說有個女人 發生一件這樣的跳樓事件 即是要Fact check 到 同志的一層也挺害怕的 事情也挺吻合 多謝你的朋友在文字上提供 也可以發送你的電郵過來 mmpoint0202 at icloud.com 或者是Facebook PM 我也可以 好 我先聽一下電話 呂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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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件事是很近期的 首先說一下 因為我真的要求助 話說我本身 從小到大 都是見到很實在的 但是過了25歲之後 我就 只是感受到 是完全突然間見不到的 我問過師傅 就說我 什麼之前 是踩著四個墳 條命的八字 那些 之後就看不到 什麼踩著四個墳 不明白 是說他看完我的八字 那些 是否看到我的八字 說我25歲前 踩著幾個墳 所以一定會撞到這些 經常見到 我是見到慣了 所以已經是不害怕的了 但是後來我發現 有段時間 我已經是有感受到 又看不到 就 後來突然感受到 和感覺到 我是更加害怕的 因為我看不到 我不知道 是 是的 所以 最近突然間是很厲害的 就說我六月份 五月底的時候 我要搬屋很短時間 之前那個屋主說 不行了 我要收回一層樓 你要快點找屋搬 我很短時間 就在同一條村 我住元朗 就在同一條村 因為我不想離開這條村 我住了六年 我住慣了 我就很急著找到另一個單位 那個單位就是 人家本身用來前鋪後鋪 前鋪後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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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就選了一個單位出來 我進來的時候 其實我很習慣 一定是帶狗進去看 還有自己的聲音 沒有什麼 當時其實 我這間屋的格局很奇怪 就是一個長方圓 還有沒有屈窗 窗有 但是完全照不進去 一定是知道氣場不太好 但是我勝罪 他肯讓我說便宜一點 我也問過 他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他又說沒有 而我住了近這六年 都知道應該是沒有東西的 但是其實我進來的時候 已經感覺到他最進入的房間 是特別暗 特別黑 其實我有一點點不舒服 我見過那些狗又沒有東西 那我覺得應該沒有東西 那我如常地搬進去 那我六月十日正式搬進去的時候 那我大約十三日 即過了兩三天而已 那話說因為我家裡沒有窗 那我聽到也沒有什麼可以呼吸 那我零遲便有一個抽氣線 那我要駁Wi-Fi線 那我唯一的洞 就是在那個位置駁Wi-Fi線進屋 所以那個抽氣線我是不會開的 那在第三第四天 我住了很久 因為我有個室友 我跟他在聽到聊聊聊天 突然聽到很大聲 嘭了一聲 然後就這樣 超大聲 然後我就一秒 我立即看上個抽氣線 突然看到他是開著了 正在打那條Wi-Fi線 那我就很害怕了 那個時候一定有東西 因為他還是一定要啪按鈕 但是呢 我跟那個空間 跟那個鈕的距離 一定要至少走了三步 我才可以開到 那我轉著我心想 糟了但是有鬼啪按鈕 我也應該聽到啪一聲 但是又沒有了 我轉著面是真的啪按鈕 我已經是停了 在那裡說 其實我的空間 他都經常看這些鬼 但是他是一些很理性的人 很堅持 沒事的 你快點關掉他 那條線很爛 他真的很理性在說話 我關掉他 但是那時候我心想很離 我心想 糟了我感覺不到有東西 但是也算了 嗯 油紙殼一直都沒事的 但是呢 開始過了一兩個星期 我不知道有關係 因為我最入了那間房 我說很暗 是用來擺衣服 用來做衣服 然後呢 之後呢 我就開始感覺到 我那個位置是很暗 因為我的行李箱 我都很整齊 圍著四面牆 是擺滿東西的 中間正位的位置 給一些狗走 我感覺到有個位置 好像曾經有個人 站在那裡 因為由於我已經看不到東西的時候 我就不確定是我自己的環角 是那間房太多東西 那間房的什麼 因為我已經很盡力清了很多衣服 把衣服搬走了 我已經善用相控 當然不想那間房那麼暗 但是直到有一天 我坐在房間裡面 因為我把書桌放到 不知道整整一下 我突然感覺到後面有東西 然後我還沒令到 我眼眉睛見到 我經常看著那裡是一個 大約一七幾至六呎高 是一個很形象化 很清晰的 是那些帶著斗篷 好像人家畫公仔 拿著簾刀那隻的死神 它是垂下的 是整個黑影站在那裡 然後一秒間 我立即斬我已經不見了它 那一刻我真的嚇到 我是有一點點憂黑的 我是喊都喊不到 但是我差點把椅子折在地上 因為我是太久沒見過 那些這麼清晰 還要近到 你知香港的屋子有多大 我村屋的還要 我是很便宜租的 那近的距離 真的兩三個人的人位 我真的嚇到 但是接著 我就立刻冷靜 因為我當時的狗都在房間裡 牠看到我這麼害怕 牠都嚇到整個蛋起 如果應該是我嚇到那隻狗 我看到牠沒事 我心想死了 是不是我有精神病呢 那也算了 我當我沒事 然後這件事之後 我一直是 那個人是累得很緊要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一刻嚇到 然後之後 我就 我 太久了 到現在都未被鬼壓床 但是呢 開始嚴重的情況是 我發現到我房間裡的東西是 大位不同了 那麼古怪 什麼不同了 因為我那些東西是 我是很 有些強迫症的 我的東西在那個位置放在那個位置 我就不用 它有人移動我 那我放在那個位置 就算那本部是蓋著打開 我都會記得的 是 我回到來的時候 我經常問那個人 你有沒有進房間那些東西 他都說沒有的 他說 我每天這麼晚起床都趕著上班 我哪有空就放在那些東西 那都算了 那我都當 可能你動了我 我忘記了你 然後我不知道關不關事 那去到去 我早兩天 我突然發夢 我不知道 因為我真的未試過那些所謂的靈魂出笑 那睡到半老 我明明 我是很清楚的 一字就是很想醒 但是醒不到的 因為我那隻狗 就習慣在地上睡 一隻就和我一起睡 那是大狗來的 那我是很想拆開 那隻狗在我家裡 我突然很怕很怕 但是我又醒不到 我是不停發夢 那個夢境就是 我是飄了 周圍飄 但是我是控制不到 就是我說在戶外 在空中飄 但是我是控制不到 速度 方向又成 突然間我看到下面 一堆人是想用這手 扯我下去 就是我那一刻覺得 扯我 我不知道下去哪裏 我怕到 我是好 我想我對上一次發 這些狗毛應該是幼稚園的時候 我是喊 我是大喊一聲 才醒到 然後我立即找到狗 所以我還是要抱緊 所以正經 好 你先看一看 你很好 你很流暢 但我們需要 有少許時間消化 先看一看 剛才叫這條片 是嗎 是的 所以我最終的目的 就是想幫我看看 有沒有高靈人士 可以在這段片 看到我家裡有東西 再看一次 再看一次 嗯 好啊 好 你現在指著的是什麼位 你有手指著那個 就是那個 廁所位 是的 廁所位 就是那個位 都有一段距離 那我的抽氣線 是一個正門 一開波影的頭頂 好 好的 雖然小小 但我又覺得 不算很混亂 你家屋 還能接受到的 我覺得 是的 我不喜歡亂 所以我一定得到很頂齊 是 最後那個衣帽間 是嗎 是的 是的 那我那個位 其實我不敢 我平常都不敢 我不知道 你看到那段片 是有個結他 擺了那個位 是 一間房門口對正 是 即是一間行李箱那邊 是 哦 OK 看到嗎 是的 我想問你這個房間 是不是長開燈 我現在 其實我一直盡量 整個房間是長開燈 嗯 要長開燈 要這樣 是啊 嗯 長開 好啊 是啊 首先建議給你 我聽你這樣說 其實事情都不尋常 如果你說要拍開 要拍的鍵 你現在不是聲控的 不是啊 不是啊 好啊 那我看看有沒有高靈人事 我不知道今天JJ有沒有戴牌 可能戴牌 哈哈 你知不知道我本身就是打算找JJ的 但是呢 我一開去Facebook 他已經說了兩三個月前的事情 都還沒回覆一切 我已經放棄了這個年頭 哦 OK 我們現在看看他是不是在 看看有沒有感應給我 好啊 那你是想 求助去看 如果真的看到有事 我是想找一些師傅來搞一搞的 是啊 是啊 有個安心 我也不知道可以做些什麼 你本身是有師傅的了嗎 本身自己 嗯 我不知道准不准 因為都是我妹妹做法事找的 師傅 是啊 好啊 那你相信開開就先找一下 所以你想找人去證實一下 對不對 先證實一下 然後想找一些真的好少少的師傅 但是我不知道 因為始終我是租的 我不知道 可能他有些本身住在那裡 我又不是很想搞他 就是我希望他 我其實不想說走他的 可能他沒有惡意 但是只不過他覺得我 佔用了他的空間 我想大家和平共處而已 嗯 你在元朗哪一區 即在哪一個位置 近朗平那邊 朗平 嗯 好 看看會不會 我又覺得這樣的 另外呢 你可以試一下 用IP的app 火柴公仔的app 火柴人的app 火柴人的app 噢噢噢噢 嘗一下 看看好不好 那個好像有點準確的 我又發現到 可以試一下 嗯 嘩 嘩 嘩 很害怕 你現在查到有 我都會試的 你先試一下吧 拍下它這樣 好嗎 拍一拍它 哦 好啊 你的名字是什麼 什麼啊 糟了我忘記了 待會找給你 問問AP 好啊 好啊 找給你 好嗎 好啊 好啊 你試一下用APP 我們又幫你找 那些影片會不會有租 噢不要緊 我待會告訴你 好啊 好啊 看看有沒有答案給你 好啊 謝謝 你現在就是在家裡說的 這件事 是啊 沒有人嗎 你的房間呢 我房間 他很自在 他完全不相信有這件事 噢這樣 好 也好啊 起碼如果兩個都害怕 就糟糕了 最慘的是他自己都 都已經跟我說 一些靈異事件發生 但是他說 隨便 有去吧 他完全覺得沒事 那也好啊 有些人的心態 是啊 也是的 如果兩個抱著害怕 就糟糕了 那也是 好啊 那待會不會答案給你 好啊 謝謝 OK 拜拜 拜拜 哦 今晚Jay先生應該是 私人活動 還沒在現場見到他 不要緊 待會拍照給他看看 好了 回來之後呢 我們會看看日本方面 都是說一些 凶宅的清理師的資料 一些個案 還有我也想介紹我兩本書給大家 好 回來見 好 好